每个人的青春岁月中都有自己情有独钟的大学,我一概莫能外。 我最为心意的大学,预含着远远流长的历史底蕴与郁郁千千的人文气息。 这所大学素有中国最美大学的美誉,更是中国独一无二被评为5A级旅游景区的高项。 我最喜欢的大学是武汉大学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美轮美奂是我中期武汉大学的缘由之一。 五大的建筑多为古色古香的古典式建筑群,庄严肃木,气势恢弘,不仅如此,校园诸多地方皆具充满诗意的浪漫之名。 诸如留学生居住与学习的丰园区,此外尚有梅园、桂园等。 待到圈日粉嫩娇柔的樱花绚烂绽放,稍有微风拂过,樱花便翩翩起舞,行走在樱花大道上。 或多或少能嗅到清新宜人的味道。 这夏日,虽说天气枯热难耐,但倘若漫步于书音之下,便会轻易许多,覆盖武汉大学的试吻吻郁郁的植被。 我们可于树下,静心读书,偶尔出以一口清爽宜人的柠檬水。 夏天便悄然逝去,武汉大学的秋天最为浪漫,只因图书馆前的银杏书街乙黄,正是一和与心哀之人,闲停信步。 秋去冬来,雪花飘落,冬天固然寒冷彻骨,但对于一个从未目睹过雪景的姑娘而言,这时乃千载难逢的机遇。 我终于深切领悟了何为,一场雪,美了一座城。 行政楼的屋顶被积雪覆盖,落家山上的树木,披上了洁白的盛装。 校班因安全考量而停止运行,人们行色匆匆,只盼速速抵达目的地。 武汉大学的四季皆美轮美奂,令人难以忘怀。 我钟爱五大的每一处角落,他拿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学术殿堂。 武汉大学永远是我心中最为喜爱的中国大学。